重症患者转员清零以及江苏医疗队4月13号的撤离 意味着作为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风暴演的金银潭医院 进入战役最后时间 我刚来其实就盼望了这一天 我们能离开的时候金银潭能够关闭起来重新的消毒 然后重新的这个开放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希望能看到这一天 据国家卫健委统一安排 4月15号前所有原额医疗队撤离 但仍有一支二世人的专家团队 作为国家专家督导组将留守 攻坚最后的重症堡垒 1月27号进入金银潭ICU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潘纯 便是二世人重症专家中的一员 两个半月前 刚刚抵达武汉时这里的忙乱场景 潘纯还记忆犹新 临时组建的重症病房和队伍 物资设备不够 ICU专业人手严重不足 潘纯称 直到清零治疗现场 接手患者才能有体会 人类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还十分陌生 ARDS与传统的类型存在不小差异 针对新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冰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佟昭辉及邱海波 潘纯等人提出关口前移治疗方案 包括尽早插管 俯卧位通气等改善呼吸功能 因为我们觉得前期的这种 就是无创呼吸的支持的手段 时间有点过长 过长的结果呢 会导致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压力支持 和有非常非常高的养动度支持的情况下 病人的肺的损伤可能是加重的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一旦插管 其实病人的整个呼吸力学 呼吸功能其实是很差的 那么所以说这也是就是 邱教授 杜教授 佟教授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叫关口前移 疫情期间 金银潭医院前后宫收治病患2800余人 潘纯所在的南五层 收治120多名重症患者 主动撤离ECMO4人 ECMO康复出院1人 有创插管50余例 我的战友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说 就是有机会 我们还会只要来武汉 一定要来金银潭这边 去再转一圈 看看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这个也就反映说明 我们自己对这段经历来讲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难忘的